各位关心健康的朋友,你们好 我是黄斐唐 我这个音乐人继续跟各位聊我这本新书《健康常识》 在这本书中除了我自己个人的切身经验之外 也在好多篇小文章中 有介绍到一些别人所写的一些健康的招数 或者是秘籍 那我个人得益很大的 其中是有两本书,两位作者 我是非常愿意向各位推荐的 第一位呢,是这个 叫做《中里巴人》的 这个叫做《求医不如求己》 他教了我很多重要的招数 其中有一招叫做推腹 那这个推腹呢,就是躺下来 用这个大拇指或者拳头 或者手掌 在这个腹的中部从上往下推 把那个凡是有痛的或者是有硬的地方呢 都把它推到不痛,推到软 那这个,这一招呢就治好了 我的那个消化不良的问题 也同时,也同时他能够把很多潜在的慢性病 在无形之中就把它消除掉了 非常有用的一招 完全不靠医生,都靠自己的 这叫推腹,我是愿意向各位大力推荐的 那另外一个呢,就是这个李凤山师傅 他发明了这个叫做平水弓 那这个平水弓呢,威力非常大 我印象最深的就是有一位脑外科医师 他叫做许大夫 他曾经得了大肠癌 他的同事都叫他赶快去开刀 有苹果那么大 那因为他给人开刀开得太多了 所以知道那个副作用跟那个有些问题 并不能解决,不是从根本上解决 所以他就拒绝了开刀而去练这个李凤山师傅的这个平水弓 结果练了三个月后 那个苹果大的那个肿瘤,大肠癌消失掉了 有非常多的类似的案例 我觉得他们真是了不起 就是用这些非常容易做到的方法来帮很多人得到健康 所以我愿意很大力的向各位推荐这个中理八人的 这个求一不如求起跟李凤山师傅的这个平水弓 谢谢各位